哈嘍,大家好,我是古今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銀斗士覺醒 那這個銀斗士覺醒是跟 銀斗士3週年的一個改版活動一起推出的哦 跟這個狂戰士一起推出的一個覺醒 那我們來看一下改了哪一些東西哦 來我們往下面移動 後面移動這個龍斗士啊 斗士龍斗士 然後這邊有改了四小龍的技能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巴拉卡茲覺醒 原本巴拉卡茲就是增加近距離攻擊 跟命中的一個能力嘛 還有增加落田曝光的一個機率 那他有一個新的能力叫做 有機率會施放這個火焰突襲 可以對單一目標造成傷害哦 接下來第二個是這個 覺醒安塔瑞斯 那原本安塔瑞斯的功能是這個HP加100 傷害減免加1 然後這一次就新增了有機率會施放大地震 然後會對範圍的目標造成傷害 然後接下來是覺醒法利昂 原本是提高魔法防禦10點嘛 然後現在新增了一個能力 有機率會施放沉默 可以對單一目標進行沉默攻擊 所以打一打這一段目標 就無法放魔法 或者是無法打字啊 聊天之類的 好接下來是第四個 覺醒寧德敗爾 這是瘋龍的技能 那他的能力原本是遠距離圓壁加5 現在又多了有機率會施放緩速 那現在就是多了緩速這個能力哦 就是打一打然後有機率上到狀態 可以降低目標的移動還有攻擊速度哦 移動的速度就是跑速跟攻速啊 就會被降低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變神龍變 然後這邊有一個新技能叫做龍之屏障 哦這是新的紅技 在這裡增加我們的防禦就是AC 然後還有這個PVP的傷害減少 那這個技能要拿著這個鎖鏈劍哦 才可以觸發他的一個能力哦 然後下面這個是奪命之雷 紅技哦 紅技的奪命之雷 原本奪命之雷好像是白技吧 他原本有白技跟紫技兩種 現在又多了一種紅技哦 紅技的奪命之雷 他的效果就是攻擊的時候 可以讓目標無法移動 然後現在又多了一個效果就是 可以增加這個奪命之雷的一個 持續時間跟施法的一個距離 變得更遠就可以放這一招 然後中了這一招的時候 持續的時間還會變得更長哦 接下來我們往下面看是 龍鬥士 一代已久的神話技能 龍之沖暈 然後他是一個主動技能 就是一個沖暈啊 然後他可以對遠距離的目標進行遠暈哦 那這個龍之沖暈可以沖暈目標嘛 然後還可以弱化目標哦 除了暈眩他之外 還可以弱化他 好那以上這些就是龍鬥士覺醒的一些改動哦 多了一個星技哦 神話技能終於出來了 哦多了一個龍之屏障 還有一個紅色的奪命之雷 然後四小龍的技能改動 四小龍變得更強 還有一個更新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 這是三周年的一個更新內容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龍鬥士跟狂散士的一個職業轉換哦 就是在三周年的時候啊 你除了可以轉成狂散士之外啊 你還可以轉成這個龍鬥士哦 想要玩龍鬥士的玩家可以來準備一波了 因為三周年的時候 可以轉職成龍鬥士哦 好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啊 拜拜 在家綿錄音樂 我們下次見 LIKE 櫻井 気子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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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